思聪兄 你在干嘛 嗯 你怎么过来了 也不敲门 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 明天皇宫一定特别热闹 你真的不去看看 不去 你不用担心禁足的事情 黄伯伯现在根本没时间管我们 我保证那些御什么也不会管 你知不知道 你影响我办大事了 啊 而此时 经殿之上 一方棋盘两边 有两人盘系而坐 一边正是那位马中成 另一边则是一位发絮结白 满脸皱纹的老者 今日 马中成能否力挽狂澜 为国朝鲜夺下第一城 我输了 侥幸赢下第一局 承绕了 今日便散朝吧 明日在此 继续进行第二场的文笔 皇帝陛下且慢 尔等还有何事 此次提出和贵国比试 只为交流切磋而已 并无他意 实在是不想给贵国造成困扰 莫非三皇子以为 你们真的赢定了不成 输赢胜负 其实并不重要 此次比试本是为了交流学习 若是非要分出个高下 却是失去了本意 想必便是在场的诸位 也不想非要分出个输赢吧 你们想怎样 只要贵国答应我们一个小小的条件 后面的比试便不用再进行 交接完城池之后 我国使臣立刻离开锦国 不知皇帝陛下一下如何 你说的条件是什么 很简单 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而已 使团人数众多 在京都逗留日久 盘差已经用尽 只求皇帝陛下能够辞些粮食 足够使团归国即可 只要粮食 使团所需粮食不多 只要皇帝陛下差人在这棋盘的第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 在第二个格子放两粒 第三个格子里放四粒 以此类推 只去放满棋盘上的六十四个就行 众卿以为如何 回陛下 既然其国使团如此缺粮 我们自然不能拒绝 总不能让他国使沉挨恶 这与理不合 陈大人缩言深思 若似拒绝 犯到县林了嘲笑起 国子剑算科博士何在 陛下 陈呆 回陛下 除了韩博士之外 诸位算学博士去了 下县子扶请教算学 并不在朝堂 我靠 后悔了 今日就该把下人叫来的 他从来都没有让自己失望过 有他在 自己又何必担心这些事情 可知他们到底要多少粮食 回陛下 六十四格而已 不会有很多 韩博士看了看棋盘 作为算学博士 他比其他官员自然要想得多一些 倍数的增长关系 六十四格其实不少 但米粒才多大 一旦米的数量都多得数不清 就算是放不满六十四格 十蛋还放不满 百蛋还放不满吗 井国可不缺那百十蛋米 用这点东西就能打发七国使臣 划算的不能再划算了 既然如此 那便 等一下 父皇 不能答应他们 晋王殿下 这里是朝堂 不得胡闹 汉儿 过来说话 父皇可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 先生说 放满六十四格棋盘的粮食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加起来都没有 如果建造一个大大的仓房装下这些粮食 这个仓房要长三丈 宽两丈 高到太阳上去 有 有那么多 晋王殿下此言当真 先生说的 韩博士 此言当真 既然是下县子所言 那应该是不会有错了 既是鄙视 自当有始有终 你国使臣若是凑不起返程的粮食 朕便送你们盘缠 明日鄙视照常 儿等切莫来迟 说吧 井帝便走了出去 终于得知真相的百官只感觉脸皮有些发烫 恨不得将那七国三皇子生吞活泼了 丢人了 这次丢人丢大的 无法想象 若是陛下和他们答应了那位三皇子的请求 井国君臣 此后怕是要成为诸国的笑笔 看来我还是小瞧了天下英雄 即便是他们发现了又怎样 结果还不是一样的 明日他们再输一场 文事便不用再比了 至于武斗 我们也根本不惧 三皇子何必叹息 查一查那位晋王殿下的先生是何人 那道算学难题乃是陈大学士所出 十余位算师整整算了三天三夜 才算出结果 想不到井国君还有如此能人 尽早知其中奥妙 若非如此 真是可惜了 听说那齐国三皇子还在朝堂上 给黄伯伯和百官下了一个拳套 要不是晋王提醒 这次我们可就丢人丢大了 如果明天再输一局 我们再闻世上 可就要彻底输给齐国了 马中成倒是有些可怜 明天的比试很重要 无论如何 我都打算进宫去看看 你不是也挺会写诗的吗 能不能比过那什么千年诗才第一高 外号听起来倒是吓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么高的本事 废话 姑爷 国子监又来人了 这次带了礼物 还挺重 我让门房送了几杯茶过去 现在人还在外面等着呢 国子监的人找你做什么 出去看看 让几位大人久等了 陛下的禁足之妻还没到 不能出府 几位大人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吧 本官奉陛下之命 且国子监算科博士 向侠县子学习心算学 既然是陛下的旨意 那你们以后便在博文殿旁听吧 那便多谢侠县子 秦政殿内 景帝手中拿着一本名为明月籍的诗策 听完董文允的话 大手一挥说道 明日一早 照下限制进攻 我靠老长 你能不能 别来吓我啊 禁足之妻 不是还没有结束吗 没事别叫我 有事更别叫我 陛下早就知道你会偷懒 所以特意派老夫过来 虾县子 你还是乖乖和老夫走一趟吧 陛下和几位众臣都在秦政殿 虾县子快些随老夫过去吧 不行 我得回去一下 去哪里 就前面那座宫殿 县子想见永灵公主 等先见过陛下再说 不行 一会儿哪有时间 那就不要怪老夫了 你要干什么 哎呀 头好痛 该不是义症 又要发作了吧 喜欢吗 小姑娘回过神之后 就猛地向前面扑了过来 只不过 她扑向的不是下人精心为她准备的美洋洋玩偶 而是下人自己 看着紧紧抱着她的小小身影 下人挣了挣 随后便恋爱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谢谢先生 长总管 要是身体不舒服 就早些回去歇息吧 不用管我了 瞎县子 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 什么事 距离和七国的第二场比试正式开始还有半个时辰 景帝看着魏司夜 开门见山地问道 魏秦今日可有胜算 臣必将全力以赴 魏司夜应该知道这一场比试对于我们的意义 老夫只问一句 你有几成胜算 三成 那人年为三世 当真厉害如斯 回陛下 那赵修文在七国名气极大 被誉为千年师彩第一高 虽然这其中也有夸大 也足以说明他的天赋 而天赋 在诗词一道 很多时候都比后天的努力重要 莫非这诺大的精度 真的找不到一个人能胜过那姓赵的 陛下 瞎线子一道 正和永宁公主在殿外等候 永宁来到父皇这边来 你不是说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吗 怎么又过来了 事出紧急 真也不再多说 只问你一句 今日这一场比试要是让你上 有几成赢的把握 这个诗词 陈其实只是略懂 而且写诗填词 也看一时的状态与心情 哪有什么把握之说 瞎小子说的对啊 不就是写两首诗吗 还分什么高相 老夫偏偏觉得呢 什么诗才第一高写的是狗屎 谁敢有意见 薛将军此言诧异 若是真的如此 那我警国岂不是要成为诸国笑柄 我看他谁敢笑 今天我们不能说 你认真点 我知道你有办法 低调低调 你殴打蜀王的时候 有想过低调吗 应该是想过吧 长安县子瞎人 随阵出来 来了来了 真的没什么胜算 难了 可恶 要怎样才能让他出战呢 让明珠嫁给他 我也想啊 可是他已经有妻了呀 总不能让公主当妾吧 对了 永宁 听轩儿说 你想把永宁接出宫外 是的 宫中的气氛太过压抑 不太适合永宁公主的治疗 万一她的失魂症再复发 便是臣也无能为力了 永宁是一国公主 身份何等尊贵 怎能轻易离开皇宫 即便是朕同意了 朝中百官也不会同意 御使们也不会同意 赢了这场比试 朕允许你带永宁出宫一个月 但他的活动范围 只限于自觉府方原势力 陛下自言当真 现在有几成把握了 陛下想让他们怎么死